虽然是国盟成员党 可是伊斯兰党却表明 会在一党掌权的三个州属 使用月亮标志上阵 土团党就表示 国盟成员党到底会用什么旗帜上阵 暂时还没有最终定案 土团党宣传主任旺塞夫声称 国盟将在最近举行的最高理事会会议 讨论使用的竞选标志和其他实项 他说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还没有最终定案 因为伊斯兰党 土团党和民政党 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无论如何 一定会在提名日之前有所宣布 旺塞夫坚信 国盟最高领导层将做出最好的决定 确保联盟所使用的标志 能够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团结 同时也让选民更容易分辨 中国人一般薄于 旨坚上将该有机会议出他们之间的 联明 基本上将可以要建议出他们的 和谈似的